A B C D 剪刀 石头 布 欢乐 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 下课去 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 我是花儿姐姐 小朋友有没有听过说 人家讲说你这个人很有偏见 小朋友知道偏见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偏就是偏偏不要的偏 然后见就是见面的见 偏见其实它是预先判断的意思 那么在心理学上就是指说 我们基于成员身份 对一个人或者是那个成员的 一个感情或者是态度 这个态度衍生出来的行为 就是歧视 就是瞧不起的意思 所以大家就描述了 这个群组里面所有成员的特征 叫做一种刻板的印象 也就是说对别人 有一种不公正的一个考察 就贸然的做出了一个判断 那这种判断又没有任何的证据 只是我们先入为主的一种刻板印象而产生的 不公正的判断又没有任何的证据 不能明白为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大声寻调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要大声寻找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手上的地盘 掌心是真的爱 我要大声寻找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的话让我明白 你爱我永不敢改 你把手握几身弯 紧握你双手不放开 你把手握几身弯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要大声寻找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的话让我明白 你爱我永不敢改 你把手握几身弯 紧握你双手不放开 你的话让我明白 你爱我永不敢改 你把手握几身弯 紧握你双手不放开 你把手握几身弯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要大声寻找耶稣 你一直都在 我要大声寻找耶稣 你一直都在 独特性格 美好关系 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 今天在我们的自我探索当中 花儿姐姐要读的这个故事呢 就是索菲日尔曼的故事给小朋友听 这个故事呢 它是选自于站在为人的肩上看世界 听20位科学家的故事 那花儿姐姐呢 就把这故事读给小朋友听哦 与这世界的偏见对抗 索菲日尔曼 1776年到1831年 你们知道艾菲尔铁塔吗 没错 艾菲尔铁塔是法国的观光名胜之一 是大家就算没去过也一定听过的景点 同时也是世界知名的文化遗产 艾菲尔铁塔的建造由来已久 早在你们出生前就已经建造完成 我会跟你们提起艾菲尔铁塔 是因为有许多法国的科学家名字 都刻在了艾菲尔铁塔上 而那是为了要纪念科学家们的成就 但是艾菲尔铁塔上却没有我的名字 原因无它只因为我是一个女性 虽然现代讲求了男女平等 但在我那个年代 女性只是男人们的附属品 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里 女性们都不曾对如此男女不平等的状况 感到怀疑 只能够顺应地接受这样的命运 所以就某方面来说 我在大家的眼中可能是个非常奇特的人 其实我出生在一个极为平凡的家庭 虽然我们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名门贵族 但是托父亲经商之福 家里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正常上学 接受教育 其实我并非一开始就喜欢科学 而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状况下 踏进了科学的世界 在我13岁那年的夏天 因为法国革命兴起 无法出门游玩的我 正感到无聊时 跑进了父亲的书房里 想翻出有趣的书本来打发时间 咦 这是什么 书库中有一本书吸引了我的目光 那本书是续写古代伟人的一文趣事 里头提到了一个名叫阿基米德的名人 虽然我总觉得好像曾听过这个名字 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歪着头边回想边读起了这本书 阿基米德尽管在罗马大军进攻了希腊 整个城市都快被移平的时候 人就蹲在了地上画图来解数学题 一位罗马士兵走近他 结果阿基米德对那个士兵说 我很忙啊 你不要妨碍我 阿基米德没有逃亡 也没有抬头看那位士兵 只是专心的解题 不过罗马士兵最后还是取走了他的性命 哇 太帅气了 比起自己的性命更专注用心的做自己的事 这样的人太帅了 我马上就爱上了阿基米德 于是我赶快的去找父亲 爸爸 我想成为数学家 数学家 女孩子当什么数学家 父亲他根本就不接受我的想法 但是就算如此 我仍旧无法放弃读书学习 所幸书房里还有很多可供学习知识的书本 我开始偷偷从书房取走我想看的书 并且躲在房间里独自的研读数学 一开始我只是利用闲暇时间读书 后来我感觉这样还不够 所以我只好等到晚上全家人都睡着以后 再躲在棉被里靠着一盏小灯读书笔记 虽然躲在棉被里头既闷 光线又昏暗 很难看清楚书上的字 但那却是我一整天过得最有意义的时候 只不过头在屋檐下 纸还是包不住火 有一天我实在太累了 自己都感到眼皮快张不开了 看了一下时钟 发现还只是凌晨三点而已 于是我把正在解题的笔记本放在了原处 便趴着 并且闭眼休息 但没有想到我比自己所想的还要疲累 天哪 你快来看看这孩子 老公 老公 我听到了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声音 惊醒并且睁开眼睛 我环顾四周发现了一阵刺眼 原来已经日正当中 而我的兄弟姐妹则是围绕在我身旁 用很奇妙的表情看着我 那一瞬间我只觉得完蛋了 也体会到什么叫做睡衣瞬间消失的感觉 我赶紧地把笔记本藏在了身后 生怕讨厌我说想读数学的父亲会念我什么 老实说我最怕我父亲了呀 父亲他看了我的书本和笔记本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了解一切 只见到他欲语不发地站在了一旁 沉默持续了好一阵子 你就那么喜欢数学吗 是的 因为数学真的太有趣了 是吗 那么你以后就不要再偷偷摸摸地读书了 直接在书桌前面读书吧 哇 爸爸 我爱你 我开心地紧抱着父亲 而父亲也搂了搂我的肩膀 很温柔地拍拍我 安慰我 于是我在家人的帮忙下终于能够学习数学 虽然只是自学 但我相信我的热情并不输给任何人 不过在那个时候 我还不知道社会上有对女孩子想法多保守 一直到了西元1794年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创立时 我才确实地感受到 人们是以有色的眼镜来看待女性攻读学问的 我爱你 他也不会像人的那种 他也不会像人的那种 浪漫呀 黑 风飞扬 朋友啊 快来 快来哟 回忆的月亮 一爬上渡别的山谷 我们乘死量尽跳舞吧歌唱 演唱 初音乐 欢迎订阅 演唱 初音乐 演唱 初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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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想在大学里面攻读数学 我要去 我怀抱着梦想 飞快地提出了大学入学的申请书 并且努力地准备入学考试 过没多久 学校寄来了一封通知书 内容是这样的 本校不招收女学生 这次的入学失败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无法接受正规教育 就如同夺走了我成为数学家的可能 不 阿基米德也是自学 读书这件事并非只能够听从他人指示或者是方法 我这么安慰自己 所以我想办法求取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 拉格朗日的讲义 还好我和拉格朗日教授 一位叫做勒布朗的男学生交情不错 所以可以从他那里拿到教授的课程讲义 我很认真的研究这些课程讲义 不知不觉间 我在讲义上写满了笔记 我还将这些笔记连同自己无法理解的部分整理出来 然后寄送给拉格朗日教授 虽然不期望教授给我回应 但我还是想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过没多久 有位客人来家中拜访 没想到竟然是拉格朗日教授 我很想看看究竟是谁在我的讲义上 写满了注释以及疑问 所以才会贸然的来拜访 当知道写满笔记的人是我 起初拉格朗日教授充满了惊讶 随即称赞我很了不起 请不要输给这个世界的偏见 一定要成为一位出色的数学家 教授的鼓励让我得到了力量 不止如此 之后教授还介绍了好几位数学家给我认识 在我沉浸数学世界的这段期间 高斯是让我社会良多的老师 在他影响之下 我发表了许多数学论文 只可惜高斯最后转换跑道到天文学领域 而我也开始对纯数学失去了热情 我开始从数学转而投身到科学领域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从很久以前起 我就对弹性这个现象很有兴趣 所谓的弹性就是物理运动时最后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由于物理和数学相关 所以我认为只要我跨足物理领域 就能够得到比纯数学更多的收获 那时我持续的进行了研究 是有关弹性物质表面的研究 也就是弹性物质的表面与其摩擦的概念 而我做的这项研究也成为了 现代弹性物理学基础的重要资料 尽管我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 但在我研究的过程总是感到了寂寞 又再加上我已经到失婚年纪 却没有人向我求婚 所以父母总是为我感到心疼 更担心我会孤独终老 你们看我也会觉得我很可怜吗 可是我对我自己的人生感到了满足 也认为无论是男是女都不重要 因为我虽然饱受了各种偏见之苦 但我却一直努力的去解开自己的好奇心 你们也要勇敢去面对这世上的各种偏见 哪怕你们的能力无法马上与之对抗 但只要持续的努力 那些偏见就会帮助各位锻炼的更强大 我相信你们总有一天能够达到我这个境地 甚至拥有更高成就的科学家 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读的就是 今天要介绍给你的这一位女性科学家 她特别强调她自己 因为她说她要跟这个世界的偏见来做对抗 她就是索菲热曼 其实在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 小朋友我们应该学习一个正向积极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有一个人叫做马可奥利略 她曾经说过她说人的一生必须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过 那这位马可奥利略 她是罗马皇帝 与这个伟大的哲学家两种身份在身上 她认为我们的人就是能力无穷 有时候我们能够发挥出 比我们的肉眼还可以看到的一个更强大的潜力 那实际上就有与癌症或者是重大疾病对抗的病人 因为不放弃希望并且相信自己一定会痊愈 所以就奇迹似的去战胜了病魔 那另外像世界知名的作家戈德 他每次发生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花很长的时间跟自己对话 并且带来正向的一个思考解决问题 所以小朋友在生活当中 我们也学习培养正向积极的能力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故乡 海边出生 海里成长 大海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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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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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